大家好,我很幸运能在PYP、MYP、DP的工作学习里看到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成长阶梯。 可能有幸与众多富有热情,轻易探索的中文教育工作者或共识会一起在工作坊里学习成长。 大家都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,尤其当在教学时点中发现学生的语言进步缓慢, 课堂参与记忆性不高,可能追求课本使用的标准化,看起来是可行又有效的方法。 在不同的培训会当中,老师们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单元教学计划或一些评估样卷。 但每个人工作的环境,其所面对的学生是不同的, 基本书或标准操作的教学式计划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,确实是一个难题。 中文教学的创新发展在哪里呢?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中文教学创新实践。 在我们的试验室里,反思我们的创造性思维, 来寻找让我们止步创新的挑战, 一起来梳理中文的创新教学法。